我们都知道说台湾未在板块交界处 其实每年的地震是相当频繁的 听到这是不是有点疑惑呢 因为真的感受上没有觉得有这么多 那其实是因为有一种比较缓慢微弱 让你可能感受不到的叫做慢地震 但是影响相当巨大 0403大地震后不断发生很多余震 让大家心慌慌 像921 403等等 是属于瞬间板块错动的地震 明显让你感觉到地牛翻身 但其实还有一种地震叫做慢地震 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它是不动声色的释放能量 却可对应到高达规模期的地震 一般地震是对应到断层面上的错动或滑动 它大概就是一秒钟 它可以滑动数公分到数十公分 那这个这样子的这个错动的速度 其实是快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会有晃动 会有地表变形 但是慢地震不一样 它这个这种等级的这个变形量 它需要花更久的时间 就是数十分钟 数小时 甚至数天 数周才完成 所以想象它就是非常缓慢的变形 在我们地底下的断层面上 那因为它的滑动速度是慢的 所以我们人在地表上 是感觉不到任何的摇晃 慢地震发生的区域 比一般地震更深 可以到50公里深 台湾的慢地震 位在中央山脉南段下方 地震最高峰则发生在玉山南方 也是世界少数在非火山区域 造山带观测到的慢地震 慢地震如鬼魅般虽然无感 但换算累积的能量释放 可能可以达到规模4到7的地震 那慢地震和临近的大地震 可能也存在着时间关联性 像是2011年3月11号 日本东北地震规模9 主震发生前一个月 有三波慢速华移事件 分别以一天2公里 一天5公里 一天10公里逐渐加速 而且高度集中在震源区 它的重要性其实都不是直接的 但是有很多例子发现 在尤其是以末代 巨大地震之前 慢地震不是只有更频繁了 它破裂速度 对应到了断层面的滑动速度 很像也增快了 甚至它周期也拉近了 可是这一种时间等于不是在地震前 几天就发生 它可以拉的跨距到几年 所以我们在讨论 有人就会说这个前照行为值不值得研究 它值得研究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复刻 永远都是用一样的前照的形态 再重复发生 台师大教授陈慧轩说 慢地震是不是大地震的前照行为 还需要更多观察 很值得研究 而在403地震后 其实台湾不少地方发生强震的几率 也再度掀起讨论 像是曾发生规模期以上的嘉义煤山断层 上一次煤山断层 这个发生地震是1906年发生的 那从历史的地震的记录里面也发现 在煤山断层1906年之前 大概100年左右也发生过 这个煤山断层也发生过地震 所以就是从这两个地震 有人就推算说 那煤山断层到现在也都超过了100年了 甚至到已经到了现在是接近120年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 它的浅势可能是比较高 我个人觉得事实上就是说 台湾这个断层的发生的次数 可能就像成龙不断层 它大概就是将近三四百年 可是它的误差可能会振负的两三百年 煤山断层究竟是不是百年周期很难说 台大教授吴亦鸣认为下一个大地震在哪里 其实很难推算 他觉得整个台湾都是断层带 都需要注意防灾 而当地震常常发生时 就得警觉火山活动 如果我们看到同时间有两项三项的异常 那这个含义就很可能代表 沿江要往上走动的 那像刚刚403 我们看到有一些群震活动 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地壳变形 地温火山气体看起来还没什么异常 所以我们就不会直接解释说 那个好像火山活动 所以我们要综合多项的指标 中研院特聘研究员林正宏 常年监测北部的大屯火山 它是属于火火山 而火山活动与地震是会互相影响的 不管是地震慢地震还是火山喷发 都需要政府积极的防灾准备 TVBS新闻张正安洋人王一杰台北报道 您现在正在烤肉吗 台湾人是真的很爱吃日本和牛 从数据上来看 可以说是节节攀升 但有趣的是说 日本的家庭近年却是越来越少吃 那我们现在烧烤这个是日本A5和牛 也特别选用BMS12最高等级 就是油花最丰富的 顶级A5和牛 美丽的大理石纹油花露出粉嫩色泽 放上烤盘散发油脂香气 烤到七分熟 就是入口最佳时机 这家高等餐厅选用的是日本A5和牛 油花较多而且分布相当均匀 复客营作烧肉迷店推出的和牛套餐 一个人是1.5万日元 约新台币3300元 以日元来计价 用晚餐后可以直接拿日币来结账 台湾人爱吃日本和牛 标榜不必到日本就能吃到顶级A5和牛烧肉 细腻的烹调手法 无论是后切炙烧 或是切成薄片做成涮涮锅 都各举风味 我们有特别去日本做烤茶 对那里面包含了八道的日本A5和牛 对那除了生牛肉的吃法 当然有我们最专业的烤肉的吃法 还包含了火锅 然后用涮的方式这样子 可以用日币来做结账 被誉为梦幻肉品的日本和牛 近年来在台湾掀起热潮 自2007年日本和牛解禁 出口到台湾的数量节节攀升 2022年更突破千顿大关 根据东京海关资料统计 去年生鲜及冷藏牛肉出口量 是4219公顿 较前年成长13% 出口金额也成长了9% 之久 而单看从成田机场输出的牛肉 台湾就是最大出口目的地 台湾的这个和牛进口 还是属于这个高档餐厅 甚至是米其林餐厅采用的这个食材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这些高档的金字塔的顶端的人的收入 并不会因为这个和牛贵 而不敢买 反而相对来说 他们更成为一种社交 或者是所谓的生活品质 日本和牛不只外销台湾成功 近几年也在其他国家功成略地 不过日本家庭却越来越少 在吃日本和牛 甚至有超市直接下架 消费疲软 批发价更降至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在东京市场最高等级A5和牛 7月批发价每公斤2377日元 较去年同期下跌7% 和牛买气陷入低迷 原因在于日本当地薪资涨幅 追不上通货膨胀 让民众不再选择昂贵的牛肉 日币贬值影响的状况 就是要造成他们的消费 都全面的紧缩这样子 不单对只是对和牛的紧缩而已 而是他们整体消费都在 有紧缩的状态 对比所谓的日本一般的平价牛来说 其实和牛还是贵比较多的 所以有一些像日本的上班族 甚至这些小资 其实是买不太起 这样每一餐都吃和牛 透过这个日币贬值 和牛就成为一个外销 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虽然在日本当地需求疲软 但和牛产量却持续增加 从日本农里水产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来看 六月屠宰和牛数量是四万一千六百七十九头 年增百分之三 连续十八个月超过去年同期 饲料成本居高不下 畜牧业者反而偏好养殖 能卖出高价的和牛 出口到其他国家 就是饲料增加 劳工成本增加 所以我当然不愿意 就是说我当然愿意去配合和牛 高单价才能吸收你的高成本 但是高成本你高单价需求高成本 大家看需求面能不能撑住 如果需求面撑不住 你只能靠出口 比较高级的肉品不是全面的外销 那日本本地剩下的就是 大家消费的就是比较价格合理 物美价零的国产牛 他们把日本和牛当作很重要的外销产品 受到通膨影响 日本顶级食材买气锐解 和牛批发价四年来最低 不过对台湾的餐饮业者来说 净货价不受影响 因为国内需求仍在高点 但日本本地高级和牛越来越不好卖 业者把目光放眼海外市场 让日本和牛成战略性出口产品 TVBS新闻 黄冠伟刘彦宣 台北采访报道 为在北市天津街屋邻 45年的天津大饭店一主了 是由不动产租赁公司 超过4亿元买下 愿意花这么多钱 当然是看准了未来的手艺 饭店外墙四周围起阴架 工人们各司其职进行拆除作业 这栋45年的天津大饭店 从外观就可以看出 出力已久的历史痕迹 不动转租赁公司 在2024年的4月 以4.1亿元买下了这间老饭店 而其实他们现在来到了9月 正在改建当中 未来很有可能会持续朝饭店业来经营 八层楼高地平68.9平的饭店 位在中山商圈 到处都是旅馆业林立 又临近捷运中山站 观光汇集效果好 因此土地价值也高 就是被向众的原因 其实像这种老饭店 最主要就是买它的土地 因为你在台北市 你要去整合个两三百坪的土地 你可能要买很多的房子 还整合不起来 那这种老旧饭店的话 它可能本身基地 就有一定的规模 那在开发上的话 可能又有一些微老的奖励 可以搭配做使用 依照标准 屋龄超过30年以上 就符合微老重建标准 如果再加上整合周边基地 扩大面积 作为都更微老改建 发展千金可期 其实我分了两种方面 像以台北市来讲 其实现在像有的饭店 它可能是已经经营了 几十年了 那它可能现在就是 可能第二代没有想要接手 然后所以可能原本的业者 他会想说那干脆 就是把这个产业卖掉 那可能有一笔退休金 然后或者做其他的资金运用 那另外一方面 像有的老饭店 它其实现在就是 应该说之前受到 肺炎疫情的影响 那其实在 现在很多的饭店经营 它有一些做调整 更重要的是这些老饭店 通常都是位在一些 精华商业区 那这些商业区 本它的土地容积率 都是蛮高的 以台北市来说 商三商四 可能都有这个500%以上的容积率 所以这也会吸引一些 具有不动产品的法人 去买这些老饭店 看准饭店产权单纯 后续改为饭店 商场 商办 或者是豪宅 发展潜力都很大 也有新买家会选择售后回租 也就是为了优先卡会 保留未来开发的机会 而在中南部地区 也会以养地的方式 等待出售机会 在台北市的话 这几年饭店的改建 就是最热门的 其他外县市的话 其实他们什么都会买 它只要基地规模够大 而且产权单纯的一个状况之下 所以他们就可以把它作为宿地 当作宿地来看直接买 包括可能有一些幼稚园 包括有一些这种 Motel的一个改建等等的 都是类似的概念 就可以把它视为当纯 买土地这样子的一个交易 买家购买老饭店的目的 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 尤其饭店既有的隔间 进一步开发 也有很多路可以走 像月子中心 或者像一些宿生 这个媒体事业 美容媒体事业 相对起来也是会比较需要 这个比较多隔间性的 那又或者是有一些是属于这种 相对起来医美产业的部分 那另外也有看到有一些可能会 短时间之内 还会拿来做成共享的办公室之类的 因为毕竟它都是商业用途 也都是需要多隔间的 其实本上还是要看 它原本的土地的使用分区 是属于什么类别 然后基本上就是 以那个类别去开发为主 那之后要变更 其实要走的 时程其实蛮长的 所以基本上可能 才是以原本的土地使用分区为主 而购置老饭店的新买家 多以不动产公司 建设公司 或者是投资公司为主 当然不乏也会有一些大型企业 而他们看上的 绝非是我们现在眼前所见的 老旧建筑物 而是背后能活化利用的前景 TVB的新闻 何江西丹 请不吝点赞 行政院通过了明年度的总预算案 我们看到岁入跟岁出的部分 双双的畅下新高 但立委就质疑说 政府宣称 看起来还贷的效率很好 可实际上是还的越多欠的越多 政府今年特别会在社会福利的预算支出 是会特别的扩大 伴随人口结构改变 社会福利问题 政府急需解决 行政院明年度总预算案 占比最高的就是社会福利 針对民众的住宅有非常多补贴的方式 就我们长期在关注住宅政策的团体的角度 第一个事情是 我们的补贴够不够精准 够不够有效力 就是大家很关心吗 这个都是纳税人拿的钱 谈开数据来看 国家在社福的预算支出 占比最重 达百分之二十六点五 八千三百一十亿 第二名是教育科学文化 百分之十九点三 六千零五十亿 经济发展百分之十七点二 五千三百八十六亿 国防占百分之十四点九 四千六百七十四亿 一百一十四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岁入部分编列三兆一千五百三十四亿元 比去年度预算数成长百分之十五点七 岁出编列三兆一千三百二十五亿元 较去年成长百分之六点一 双双创下新高 政府必须要去思考 不是思考你这今年明年 这三年怎么用 而是对于整体国家的财政是长久 否则我们就会是再留子孙的状况 我们现在整体的国家的负债中 国人每个人平均超过25万的负债 这都还不包含我们现在劳保的费用 我们劳保在2028年就面临破产 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负担劳保 是负债56万 往往政府会用几个数字来告诉大家 譬如说我今年还债了很多 还有我超增税收很多 但是整体国家的财政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累计债务未偿余额 明年将达6兆8千098亿 立委质疑政府的财政纪律表现 只有及格边缘 根据公共债务法 其实我们政府的还债 有一定的比例必须要去还 税入变得越多 其实当然我们的数字 我们还债的金额也就要越高 但是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 不是说我们就还那个低标 当然现在民进党政府说 今年他还债的数额是历年来的新高 我们看到数字的背后 其实只是守住公共债务法的下限 它是一个最基本要还的一个金额 政府支出快速膨胀 加上特别预算 财政收入是否能够支持 重点是钱有花在刀口上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政府 要花这么多的资源来去做补贴 那我觉得根源对我而言是高房价 让越来越多人 推到要去跟政府领补贴 如果我们的政策方向 是要比较朝向 福利型国家的角度去做 我们的税负要不要增加 我们现在台湾会陷入一个盲点 每一天都跟人民讲说 你只要付阳春面的钱 可是我每天要卖 顶级红烧牛肉面给你吃 行政院长去总统府 去跟赖总统报告的时候 他其实在整个预算案的报告 在最后他有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的标题是 落实财政健全 他说税入的成长 是高于税出的成长 下一个年度的总预算案 其实是有剩余 那第三个亮点就是 没有再去新边特别预算 那第四个亮点就是 债务的比例下跌 学者认为行政院总预算账面上 看起来很漂亮 但仔细看却暗藏隐忧 我们花钱成长的那个速度的话 那是让人家惊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预期明年度的经济成长 其实大概是3.3左右 但是政府支出的成长 将近10%是9.8% 相较于经济的成长 政府的成长是经济成长的三倍 总预算案的税入税出剩余 它纯粹就是一个假象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政府有好多本预算 除了总预算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四项特别预算 今天只有在总预算有税入 那其他的预算呢 其实都没有税入 面对各种预算 一般民众物理看花 只能期待政府重视 实际的财政纪律 而不只是拿好看的数字字嗨 TVBS新闻陈又翔 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再看话题 全身型浓泡性肝血 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肝血 严重的话可能会致命 而主要会有六种症状 带你来看 目前就是还好 就是整个皮肤状态都 就是再也没有那些浓泡的发生 而且皮肤就是产生完整性 我也不用再为了这个 去做一些肤料上的使用 很好啊 看起来是还不错 而且那个手 只剩一点点富贵手 我觉得还可以啊 终于有好一点了 因为被全身型浓泡性肝血 残生二十多年 当时的惨况就像这样 全身型浓泡性肝血 长满全身 手臂 身体 脚部 成了这副模样 身体红肿 又会发冷 发高烧 发病时让康小姐相当痛苦 就觉得我活不下去了 因为全身都烂光光了 真的是 屁股完肤 那种感觉 对 所以 我现在想到上次的状况 我觉得 不能停过来 我觉得 要感谢很多人帮忙 那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适应了之后 因为要考虑 你总不能只是 就是这样放人下去 所以就是中间 除了西医的疗法之外 后来就是 可能体质上也慢慢适应 后来就是 那几年的时间比较好 然后可是 可是那个笼包式的东西 还是不断的发生 发病时 身心灵受到极大折磨 康小姐在北容皮肤部团队 细心治疗照护下 病况获得改善 基本上针对这些 所谓的全身型 浓泡型肝癌的患者来讲 他们人生是痛苦的 因为这些病灶 不只是全身红肿 还会有浓包 甚至浓包会破 会烂 会溃疡 所以病人他痛不欲生 就像刚刚他 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人生 过了几十年 在以往没有好的 治疗的过程中 他常常需要用一些敷料 来保护他的皮肤 不会溃烂 不会疼痛 他有可能致命 所以是需要提高警觉的 那他目前还是被认为 可能跟基因的变异有关 尤其是戒白质36 这个相关的基因变异有关 那带有这样基因变异的患者 如果再遇到 比如说怀孕 用了某些特定的药物 压力环境的改变 或者是感染 可能就诱发皮肤病灶的产生 这个疾病他会很难预测 所以会常常前阵子还好 怎么最近突然会急性的发作 那他急性发作的时候 常常会合并非常严重的系统性症状 包括一些发烧 白血球增生 那全身的疲劳 甚至于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抽血的异常 所以会让患者会突然 本来都在上班的过程中 怎么突然就开始 怎么这几天可能压力大 没睡好就突然大发作 目前针对全身型农泡性肝险发炎途径 可进行阻断的生物制剂研发问世 可达到治疗全身型农泡性肝险效果 根据研究显示 经过精准治疗 有部分病友可在24小时内达到显著疗效 超过一半以上的病友 能在7天左右完全清除农泡 改善皮肤症状稳定病情 健保署已经将新药纳入暂时性给付 因为基本上这些生物制剂都相当昂贵 所以要经过健保审核才能够使用 那健保审核前 我们需要经过传统治疗 超过6个月 还是严重 我们就可以打生物制剂 规范是打了生物制剂之后 两年后就不能再施打了 这时候如果患者是很严重的患者 他下车就是所谓不再施打之后 他需要再经过传统的治疗 没效才能再次的施打生物制剂 对某些严重的患者来讲是蛮辛苦的 在传统的治疗的话 我们主要可能考虑给病人使用口服A酸 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免疫调节剂 但通常他治疗疾病的 病造缓解的速度比较慢 那现在有更新的生物制剂 可以更有效精准的去控制病情 达到更好的治疗 医师提醒出现农泡 红斑脱蟹等皮肤异常时 应积极寻求皮肤专科医师诊断治疗 而肝险病友或全身形农泡性肝险病友 务必要控制体重 维持良好生活习惯 一定要戒酒戒烟控制三高 同时注意皮肤保湿 可助控制疾病症状 减少复发与并发症的风险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